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香辣花卷的作画 这样的花卷你能吃上几个 先来和面 盆里倒入400克面粉 加4克酵母粉 5克白糖 然后用240毫升的温水和面 现在天气冷 用温水和面 面团会花得快一些 面团一次不容易揉光 先醒上10分钟 再回来揉面 揉成一个中等软硬的面团 晃在温暖处 醒花至两倍大 接下来调个油酥 碗里倒入两勺面粉 加入盐 一勺辣椒面 一勺白芝麻 倒上烧好的热油 激化出辣椒的香味 搅拌均匀 像这样的丑度就可以了 看一下面团花好的状态 里面都是小气孔 冬天花不好面的小伙伴 可以翻看我11月27日花的视频 里面都有详细的讲解 面团揉搓排气 搓成长条 再用掌心压扁 擀成长黄形的面饼 厚度在2毫米就行了 淋上调好的辣椒油酥 用刮板涂抹开 再撒上一些葱花 然后从下面给它卷起来 增加花卷的层次感 收口压在底部 切成2厘米宽的小面剂 接下来看一下我的手画 拿一个面剂轻轻的拉长 对折起来 捏住两头 在底部收住 捏合 就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花卷 放入笼屉中 盖上盖子 二次醒花20分钟 生胚体积明显变大 就是醒花好的状态 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即时 蒸上15分钟 关火之后呢 再闷上3分钟 即可打开锅盖 哇 好漂亮啊 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咱们的小花卷就做好啦 看一下 特别的蓬松 暄软 层次也很多 我用的辣椒面是香辣的 加炸着芝麻和葱花 真的是太好吃了 不要菜都能吃上好几个 过年时也可以蒸上一锅 带客人也有面子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 我用的词 拿着芝麻和葱花 给大家订阅 付词 是